字幕君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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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於多元的性教育政策推動 其實這個問題是沒有甚麼意思的 我覺得性教育這方面 其實就一定要是多元的 因為性對於人類來講的研究實在太少了 就是性作為一個項目 去給大家去注意 當是一個可以公開討論的 可以公開討論的項目來講 其實都不是很久的 所以我懷疑現在教育人那些人 到底他自己就知道多少呢 所以其實多元的性教育 或者多元性的研究是要推行的 這個不是因為人類用了太少的時間 以及資源去研究一個和他們與生俱來的 包括他們與生俱來的本能 以及由於這個本能而引伸出來的一些行為 或者社會規範其實是太少了 所以其實不要說教育 其實研究都非常少的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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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